我们来聊到李正道 李正道我们知道是华人物理学家是吧 可能也是第一个获得华人里面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吧 第一个 他是57年大概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 特别特别早 我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应该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你想他是五几年获得诺贝尔奖 在往之前四几年 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 内战抗战 内战等等之类的 那他的确是赶上那个时间段 他是这样子吧 就是说从他进西南联大开始 当时清华北大 还有什么之类的 天津南开什么之类的时候 就是在西南组成的西南联大 但是李正道去那是插班生 他在之前其他一个大学 也是因为抗战的原因 他就不得不又跑到新南联大去了 然后但是新南联大当时的政策是说 你要没有参考试的话 你不能接到新南联大上学 但是因为他的表现 他可能对物理当时也很优秀了 当时老师就同意 所以老师同意说 那让他先跟着上吧 旁听生 等到学习期末参加考试 看他水平到底怎么样 当然了 他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考虑当时的那个大学物理 当时他是大学二年级 就是个名义上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但是他的物理水平远远超过他的同学 当时他的老师什么叫武打游 叶齐孙等等 这种人大名鼎鼎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人 当然叶齐孙知道说 他在新东国之后 他很悲惨的经济 非常悲惨的遭遇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先说李正道 当时你想是在抗战时期是吧 抗战时期可能大概是说 抗战结束 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 在那个日本等等之类的 当时的蒋介石好像就认为 这个原子弹研究这个很重要是吧 无许这么大 当时他就让武大游等等之类的人 推荐说是每个学科派两个学生 去美国去学习这样子 也学习原子弹计划 原子弹等等之类的这些知识 但是事实上 后面这个车也没成 当时我们先说这个 他说当时吴大游就推荐李正道 但是李正道不符合这个要求 为什么 因为他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虽然说吴大游对他很理解 很了解 李正道老去找吴大游 经常去找吴大游 说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物理毒物之类的 就是你我来去学习 自己去看去 吴大游就觉得这家伙是心灵病一样的 就是说无疾似可在吸收这些知识 对他来说 但可能这家伙也特聪明 物理方面的确有天赋 但是可能估计他学得很快 是吧 没有这么苦恼 然后就把他推荐上去了 李正道就去了 当时去了之后 他们就发现说 那实际上美国 美国他是对这个人子弹计划 是严格保密的 他不允许你这些外国人去学习 他就没学成 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这件事等等之类的 就说那行吧 这钱已经拨给你们了 你们可以在那就就地学习 学别的也行 然后这个李正道 他是在哪学的 他哪学我忘了 但是他导师非常出名 他可能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 他是 他的导师非常出名 叫费米 费米悖论 我们知道费米悖论挺出名的 费米是什么样一个人物 你可以把他约等于 看着他和爱斯坦是同样等级的人物 他的学生里面就有六个和诺伴奖的 费米 当然费米做学问的 他可能也就是独具一格 我觉得他当然是我 因为他的自学方式 更接近物理学的本质 更接近科学的本质 这样子 然后这个李正道就跟着费米在学习 费米对他是 可能也能看出来这个人 他的在物理上方面的天赋 也许 也许费米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 费米当时花每周花半天的时间 每周只有七天对吧 他花半天时间跟那个李正道聊天 交流 我天哪 你想想说 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之一吧 最少是吧 他愿意花时间 每周花半天时间跟你聊天 那你简直是 你不成功都难是吧 这个 然后 据说这个李正道也是费米的 唯一一个华人的学生 博士生 这样 后面他之后 他毕业之后 他是哪一年开始 他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你看我以前的视频的时候 你知道说 我这个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能拉上关系的 还有一个大名领领的人 就是爱因斯坦 那你再想想他在五几年 他是五几年了 那时候爱因斯坦还健在 当时李正道发了一些文章 就引起爱因斯坦注意了 爱因斯坦搞古里的 一看这个年轻人 他就把李正道和他的一个 李正道的研究合同伙伴 姓杨的一个 叫到他们家里面去 就是跟李正道聊天 聊了半天 然后他就 爱因斯坦的确实也很看重 对于李正道态度 他是特别诚恳 后面就说 在告别的时候 握着李正道的手说 祝你将来在屋里上面的成功 祝你未来在屋里上成功 这样 当然 这个爱因斯坦没有 拉着他那个姓杨的 那个同伴的手说 也只说这句话 那有可能 爱因斯坦是已经 给这个人说过了 又给另外一个人说 是吧 爱因斯坦 也没有这么的 但是你说李正道和爱因斯坦 这种关系 就说 哎呦天哪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谈起爱因斯坦 这种人的话 可能是满怀崇敬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对李正道来说 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么深的感觉 但是我估计他尊重你 爱因斯坦 肯定是很尊重的 因为他的导师 就是爱因斯坦 同样级别的人 是吧 他天天见 那你想想说 你再厉害的一个人 你天天见 你不会像咱们这种元官这种人一样 你觉得是神一样的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 比如说普通人 但是说可能没有咱们这么 罕见的一种态度 这是李正道和爱因斯坦 那一个小段的故事 但是说等到57年的时候 他就获奖了 因为他的获诺账了 这样的一个 因为是有吴建雄 另外一个物理学家 就验证了他的这个理论 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这个诺奖 当时是二战以后 最年轻的人 最年轻的诺奖获得者 到现在来说 他也是前四个 第四年轻的 这样子 后面有一个什么 马拉拉叫什么的 一个17岁获奖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和平奖的那个 这样子 但李正道就是物理学奖 我们今天在聊李正道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其实以中国传统文化 对这些人的评价的时候 我特别看中这个德 德意双心什么的时候 就是德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 你要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时候 在许可上造诣的时候 你不要太评价这个德 这个其实是两坏事 但是李正道是在这两方面 都做得非常好的 他非常非常难得 他在回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没有最终回中国大陆 但是访问中国大陆 有很多次 他第一次再回中国大陆 是72年 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 他就观察到这一些现象 他在看 然后在交流过程中 也看到说当时是文革时期 就是说工农领雪园是吧 他们文化知识很差 他有很多观察 然后他也和像毛泽东 像中文莱 毛泽东等等建议 等到后面的话 也向邓小平建议 我们去说他的一些建议 他在帮助中国成长的这方面 他做了巨大的工作 投入大量的时间 当时他有个计划叫做 Caspia Caspia 是这样的 CUS 中国美国的物理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大概是这样子 他是大概从79年还是80年开始 这样子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当时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 你去美国读研究生 你是需要考托福的 对吧 美国自己学生要考加义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 是没有托福加义考试的 所以说他按照道理 他是进入不了 这个美国大学求学的 对吧 特别是你想想说 回到那个时代 中国和世界已经脱离了 很长很长时间了 就是冲 已经脱离了这个 学术氛围很多年了 是吧 你的水平肯定很差 所以说如果说 能和美国做这种交流 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你一直闹 就是 去说服这些大学等等之类的 因为他的 你破坏了人家的规则 是吧 就是说你没有 不能按照人家的研究生物学的要求来做 但是他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说明这个项目的意义 是吧 等等之类的 推进这个事情 他花了多少时间呢 等到这个Caspia Caspia 十年的时候 十周年的时候 李智诚回忆嘛 他说他每年有三位之一的时间 就花到这个项目上 当时李智诚年纪可不大呀 对吧 他是1926年出生 到1986年说他60岁 但是他那时候是80年 79年80年就开始了 对吧 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 他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个事情 这Caspia 后面也培养出来 锻炼出来了 造就了很多接触的人才 比如说上海较大的一个校长 叫张杰的一个 是吧 研究核武力什么的 他就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 你想想说在那个时代 是吧 你能和美国的学术界 拉着这种关系 当然对你的学术提高 是有巨大帮助的 你能看到说这个李智诚 做的这个 就是说也是一个 报国之心 花这么多时间 经历在这上面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 在1996年的时候 李正道的夫人去世了 李正道的夫人叫做秦桧军 他们俩关系感情非常好 他当时是去世了 李正道当时也很悲痛了 当然了 他就以他夫人和他的名字 成立了一个基金 叫做军政基金 军 他那个军不是军队的军 是竹子头下面一个军 军子的军 军政 李正道 然后你想 随着我们再算一下嘛 1996年时候他70岁 他也没有再昏晃 没有找个20多岁的娶了是吧 当然你说这个人家80多岁娶 20多岁怎么了 那都是真爱啊 有可能啊 当然说那我们说 我不能批评那个啊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李正道做的人 人家就是得益双清嘛 这是没问题的对吧 李正道做的这些 李正道的确这个人啊 就说从他的经历上看 从他的 我看了很多他的视频之类的 从他的经历上看 我觉得真的是撑得起这个大喜的人 他在他50多岁的时候是吧 投入这么大的经历来推动中国的科学的发展 不是说等到八九十岁了 对吗 回国来养老了是吧 放弃美国鸡回中国了 没有呀 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什么 当时他在美国有很多项目对吧 项目有项目经费的吧 你我不知道现在做学问的 做学术的人他都是 他都没着这个项目基金呢对吧 但是李正道当时他是什么 他回中国的时候 他自己掏钱买机票 他没有他不会说是 那让他 也向他来报销这个机票钱 他看得不是很容易吗 说他没有 他不会说是 我用美国的钱来做中国的事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的发展 大喜的人